我们的神真美好 无时无刻真美好 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欢迎你参与我们 从今天开始 8月7号到9月15号的 40天的进食 无论你是进三餐或者一餐 或者是部分的进食 或者是进食一些的粮食 或者是一些的部分的粮食 无论是但以你进食都好 这个耶稣的进食都好 我也鼓励你 总而言之我们的心态就要对 所以今天早晨我也鼓励你花时间 可能我们每一个传达的牧者 在带领这个40天进食的时候 我们可能没有全部都会把这些经文播放 但是我鼓励你 不要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播放 而你就不跟着这个读经的这样的一个的精度 那么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个 NECF40天进食的电子版 你可以上NECF的这个面子书 脸书Facebook 你可以从那边下载 每一天跟着我们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把今天整个的分享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如此的祷告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灵 我们祷告你祝福你的话 祝福你的话 让你话语 你的真理在哪里 哪里得自由 我们如此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 大家早安 今天我们的读经经 都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五章 所以我鼓励你 盼望你从今天开始 你不要迟到 我们在这个线上不要迟到 我们6点15分 我们准时开始 然后如果你6点30分 你好多好多的好处 你已经失去了 你失去了差不多15分钟的好处 所以我鼓励你 彼此鼓励 6点15分 如果可以的话 6点15分之前 你就守候 开始为自己祷告 说主啊 当我上网 一起来聆听你话的时候 我就得到大大的领受 好 我们今天早晨 我们一起来读 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七节 这里说 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弟兄姐妹来 123 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就应当听 然后呢 中文 一读一本 就这样说 有耳能听的人 都应该听听 圣灵对教会说的话 对得胜者 那弟兄姐妹 这里很清楚地说 圣灵要向他的教会说话 第一 第二 圣灵会向教会说话 第二 第三 要听到圣灵说话的人 他的耳朵一定要开 而且 而且 第四 圣灵所说的话 是我们应该去听的 我们不应该听世界的话 不应该听其他人的话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命被腐蚀 我们生命很消极 很负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听 圣灵的话 我们只听人的话 我们只听 鬼的话 我们只听 世界的话 所以这里说 我们应当听 You must You should You should listen to the Holy Spirit 然后他说 有些人听了 有些人得生 有些人不得生 所以 你能够领受到 圣灵向你说话 你第一 你一定要相信 神会向你说话 而且你要张开 大大的张开 属灵耳朵 然后你听了之后 我告诉你 当你靠着神 你就得生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 我要很快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第一天的分享 第一 我们看到的就是 神给他的教会 一个应许跟挑战 什么应许跟挑战呢 神给他的教会的 第一个应许 靠这个应许 就是一个得生的应许 A promise of victory A promise of victory from where from listen to the word of God from listen to the voice of God when you listen the voice of God you will have victory 所以当我们 神给我们的应许 就是得生的应许 所以今天早晨 我们唱了两首 得生的诗歌 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靠着主得生 从那里听神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 听神的话很重要 听神的声音很重要 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说 怎么样学习听神的话 如果可以 你可以上我们 赵美灯塔教会的 这个YouTube里面 过去我们曾经有讲过 如何聆听神的声音 那第二呢就是 我们听神的话来干嘛 我们领受神的话来干嘛 我们领受神的话 弟兄姐妹 今天你跟我 你要知道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天要面对的事情 有好多好多的挑战 对不对 你要带领你的家庭 你要去工作 你要去职场 那真的是 面对好多的挑战 但是弟兄姐妹 神说不要怕 只要你领受我的话语 我的话语是得胜的话语 那你就可以胜过一切的挑战 所以神给 祂的教会得胜 在线上的那些 每一位教会的领袖 牧者传道人 请听住 神给你的 这个整个的应许是什么 得胜 靠做主得胜 得胜不是在意 你的教会多大间 得胜不在意 你带你的小子有多少的 得胜是一个生活方式 a lifestyle it's not what you have or it's not what you can get 是一个lifestyle 是一个得胜的生活 得胜我们可以生活罪恶 我们可以靠做主 做神 不要我们做的 弟兄姐妹 很多人说 那你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我说我们信耶稣跟你不一样 我们可以选择不要做 而我们不想做的 保罗说 我真是苦啊 为什么保罗说 因为保罗他还没有认识耶稣 自写的时候 罪惨做他 但是他信耶稣之后 他可以胜过罪 他可以选择要跟随 还是不跟随 但有些人说 哎呀你们基督徒啊 没有自由啊 不可以喝酒啊 不可以嫖啊 不可以毒啊 不可以什么 我说谁说 我们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我们有一个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我们可以选择不要做 你可以吗 他不可以 对不对 有些人可能抽烟他 没有办法 有些甚至一些基督徒 你还在买万字 弟兄姐妹 如果你信了耶稣 十年二十年 你还买万字的 你真的要好好悔改 因为你被万字捆绑 你被万字捆绑 好我们来看 第二 那么神给予他的教会 为什么神给你得胜 Why God want to give you a victory life 神给你就是 God want to give to his just a mandate 神要给教会一个mission 一个使命 什么使命呢 这是成为黑暗中的亮光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得色的生命是可以发光的 得色的生命是可以在黑暗当中发光 为什么我们要在四十天进食 就是要弟兄姐妹 浸泡在神的话 然后你要了解 你要知道 你发光不是你身上 你的背景是怎么样背景 你有多少钱 你有多少辆车 多少个房子 都不是 是你生命里面 你过一个自由 有神真理的生命的时候 你生命里面自然会有一股亮光 会吸引人 弟兄姐妹 当你在个黑夜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拿起我们的手机 如果你可以打开你手机的 这个小小的光 有没有 现在你打开灯 你打开你的手机的时候 这个灯可以照吗 它根本照不了 对不对 因为它灯太小 但是你不要觉得你的灯太小 就没用 当停电的时候 在黑夜的时候 你开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实在亮得不得了 所以弟兄姐妹 你就是在黑暗中的亮光 你要走去黑暗的里面来照亮 第二 神也要我们成为这个 世卫社会的元 弟兄姐妹 在我们这个祷告的车子里面 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时代 耶稣为什么会来 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各阶层 都充满着不义 腐败和罪行的黑暗的时代 整个世界的已经乱了 整个社会已经调走了 你看 以前不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做了 人会 人会 说 怎么你这个人 比方说 以前的人 不随意 就 没有结婚的时候 不会随便跟男女 住在一起 同居 等等 如果给人家发现 就人家就会讲 哇 广东话讲 把你 斩鸡笼 把你 把那个 如果那个 妇女 还是女生 如果是 跟人犯监影的话 可能男生会给人打死 你的可能会怎么样 会放弃 那个猪笼里面 争水 那么现在的社会 本来不应该的变成应该 反而一些年轻人 在一起的时候 喂 你多少个女朋友 你才两个 你这样差了 长得这样 阴近 才两个女朋友 你是不是 你看 很多男生 去到夜店喝酒的时候 你最近 闹得不错 你几个小三 我两个 这么差 像我这样 我就五个了 你看他们 斗来斗去 这个整个世界 已经乱了 整个世界 已经黑花烟了 整个世界已经 逝去味道了 弟兄姐妹 是时候 你要兴起来 为耶稣发光 为这个社会 调味 把真正的味道 带回给 这个社会 给人家看 嘿 你看 我的身不一样 当然你不是 走上街头 说来看我的生命 没有 你要好好活 你的生命 人自然 而然会看得到 阿们 很快的 我们来看 那么教会 为什么要为主 发光 为什么要靠主 得胜 因为 当我们 无论你愿不愿意 知不知道 只要你第一天 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就会面临 属灵 挣扎 你就是站在 光明的这一边 黑暗的那一边 就不喜欢 他一定要想办法 拆毁你 但是弟兄姐妹 不要怕 主耶稣说 在我里面的 比在外面的更大 阿们 靠着主耶稣基督 路加福音说 当我们靠着神 我们能见到 十二和谢子 都还没有什么 可以害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不用怕 你的手上 是有得胜的权柄的 你的手上 是有得胜的权柄 所以当我们 教会要了解 今天我们 一定要警醒祷告 因为我们正面临 一个属灵的争战 那你的武器是什么 弟兄姐妹 你的武器就是 天国文化 跟我一起说 天国文化 等会我会解析 什么是天国文化 那么天国文化 当我们活住 天国文化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指导 就是进入 这个世俗文化里面 把世俗文化 完全的拆回 完全的拆回 那比方说 你的家里面 或者是你的办公室里面 有五个同事 天天都是讲 消极的话 天天都是彼此 斗来斗去 但是呢 你说我是单枪 屁马 我怎么办 我又不能够 他们反而要影响 我没关系 我鼓励你 上班的时候 绝对不要迟到 反而你要找到 找十五分钟也好 半个小时也好 当你到你办公室的时候 开始祷告 还没有其他人的时候 进去 进去你的双手 In Jesus' name I declare the presence of God in my office 我宣告 神的大人 要领到这个办公室 我要策择 一切纷争的灵 我要策择 一切不易的灵 The speed of division Get up right now In Jesus' name 我告诉你 当你这样祷告几天 你会看到事情 开始改变 这个就是 叫天国文化 我们走进 这个世俗的文化 然后你会发现 然后当然你自己 也要活 一个天国文化 你要活一个 讲积极的话 鼓励的话 那有时候 请你的同事 吃饭 各方面 然后我们会看到 怎么你这个人 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想 然后那些 讲消极的话 讲负面的话 他们会开始 慢慢觉得很害羞 他们觉得 他们讲三支经 然后你没有讲 而不是我们 受他们影响 他们讲三支经 我们跟着他们讲 不是 当你没讲的时候 他们就会很奇怪 为什么你这个人 与众不同的 为什么你这个人 比其他人卓越的 为什么你这个人 被人气 也不会生气的 他们里面 头脑就开始转了 就开始觉得 好奇怪 这个人 那么机会就来了 他们可能会 哎 哎 阿神 怎么你 你这个人 没有看到你 讲粗话的 哎 怎么没有看到你 这个人 跟别人不一样 你到底 你是怎么样 那机会来的嘛 对 你请他吃饭 可能请几次 就做朋友了 你跟他讲 我以前其实也跟你一样的 我门口三支经 但是 那个但是不要很办 但是 自从我意见耶稣的时候 我的生命完全改变 然后他就开始有兴趣 你慢慢就跟他讲 这个叫做职场传福音 好弟兄姐妹 这个我不多讲 那我要告诉大家 神正在呼召教会 弟兄姐妹 当我们讲呼召教会的时候 不是呼召牧师 不是呼召主 就是你 你自己说 就是我 教会是谁 教会就是信徒 教会就是神的儿女 神呼召你成为一个得胜的人 所以无论你到哪里 你要昂起胸膛来 我是靠主得胜的 我走到哪里 我要带来影响你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NCF 我们要帮助我们看到 基督徒是宇宙不同 当我们到哪里 我们活出身体的时候 我们就是得胜的人 我们不会被世界的世俗文化 服侍 好 那我们就讲 什么是文化 那文化 What is culture 当一群人 透过一套信念 比方 你有一个信念 比方你是 当然我在这里 我不是拆毁任何人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如火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那当然我们去 在职场的时候 有时候你参加一些的讲座 等等 告诉你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 这些是一套的信念 今天早晨 我们不是来讲错 或者是对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什么是文化 可能你公司有一个文化 就是我们要彼此帮助 有 Got some good principle Some good value Some core value 有一些的 belief 所以你进去这个公司的时候 老板告诉你 我们这个公司 虽然你有个岗位 但是我们的信念 是彼此帮助的 好 很好 这是很好的 然后每一个人做的时候 它就形成一个文化 就是某某公司 比方我的公司叫kingdom 我的kingdom的公司 kingdom 我的文化就是 大家要彼此帮助 大家要彼此帮助同事 所以它是一个价值观 一个生活形态 而这个生活形态 是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 一当它带来影响的时候 它就成了一个文化 我还记得有一次 当好多年前的时候 我去到古今一个教会 好多好多人 当我讲好多好多人 你知道我是指哪个教会 那我古今去那边 那个时候 他们还没有办去新的会所 每一个人都是脱血的 如果你去教会 你不脱血 你觉得很奇怪 哇 好多人 但是进去那边 去王位之后 牧师都还没有讲 每个人都会很自动的 把椅子排好 排回去后面 整个地方就空了 当牧师做护照的时候 每个弟兄姐妹 很小声把椅子搬到后面 然后几乎整个教会人 都到台前 我从来在服事那么久 已经差不多三十年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教会 当牧师护照的时候 是百分 可以说是百分 就九十九的人 都到台前跪下来 祷告 这样的教会不成长 也怪 肯定会成长 因为每一个人都 愿意的尾身 而且这个就形成个文化 所以我是一个visitor 我是一个新朋友 我看到每一个人 跑到台前 我一个人乖乖站在后面 就不是很奇怪 对不对 我当然也会拖鞋 然后跑到前面归下 这个就是文化 弟兄姐妹 文化就是这样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去消法耶稣 这个叫天国文化 了解神的心 然后在地上代表神 做神要做的事 而且去影响社会 使神的名得到荣耀 所以圣经记载着 耶稣三年半的服事 耶稣就医治 赶鬼 行神记 传天国的福音 使贝鲁得到释放 非求的出见 因为神的信义 就是通过主导文说 耶稣你的国将 耶稣你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弟兄姐妹 天国是没有疾病的 对不对 天国有疾病 我不要上天国了 天国是没有咒识 没有贫囚 没有捆绑 没有挟制 没有罪 天国没有说 不被人爱 天国没有不怜悯 喜乐平安 自由健康 所以我们要看到 神的国 我们要看到 What happened in heaven will happen on earth 这个字字叫 天国文化 我们要看到 在天国的生活方式 通通 全部 All will come into the earth 从哪里来的 从你 那你说牧师 我不懂怎么样 那有一段经文说 Heaven is in your heart 天国在你的心 弟兄姐妹 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心 天国会从你生命流露出来 因为你是神的子民 你已经有活出天国的DNA 就看你要不要活而已 对不对 所以 每一个人 里面都能够活出 深血的DNA 因为你里面流的是 耶稣的血 耶稣的基因在你里面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你有神的DNA 把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真理放在你里面 你有神的DNA 因为除非你不得救 如果你真的得救 你里面可以为耶稣活住 神的生命来 最后 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的思想 依恋都被圣灵掌管 被圣灵掌管 活出属灵 天国文化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 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 自然而然从你里面流出来 很多人会讲说 哎呀 做基督徒很辛苦啊 哎呀 做这个 不舒服啊 不会舒服的 不会辛苦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做 你不是活 如果你是活 哪里会辛苦 弟兄姐妹 错误了 你不是做基督徒 做很辛苦的 你要我做刘德华 我没有像他这样阴静 我当然做不出刘德华的样子 你要我做成龙 我做不到 但是 如果我是成龙 我自然而然是成龙 我不需要去做成龙 我自然而然 我就会很多的武术 因为我就是成龙 你不要学我 你做不了我 但是你活 你就可以 而且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DNA 你肯定可以活 所以当每个基督徒都愿意活的 属神的生活的时候 那这属神的生活怎么样活 听从圣灵的声音 被圣灵掌管 这种生活方式 是具有the power of impact the power of influence 有极大的影响的能力 而且你能够走进世界文化的根基 拆毁敌人坚固的窩围 拆毁他的nest the nest of enemies 这个撒旦魔鬼的功 撒旦魔鬼要破坏的就是用事实文化 所以只要基督徒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来 生活方式 你就能够改变周围的环境 有没有 有些人 有些弟兄姐妹 你的教会 有时候你们会放一个香精 不到20分钟自动喷的香精 有些办公室都会有 弟兄姐妹 你的整个办公室的空间那么大 只有一个香精喷一喷 他就会在那边 有香精大概都留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有没有 一些的医院都有些香精 那你看 那个威力 只要你是基督徒 你愿活出属实的生活方式 你会带来基督的香气 给你所在的地方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做一个挑战 第一 你是否看到我们处在 就如耶稣时代那种充满不义腐败 充满罪行的环境 当你看看我们的国家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们的国家现在在 怎么的情况 你有没有围着这个国家来向神呼求 你住在这个国家 你有责任 保罗教导提蒙太受 第一 我们要为万人代求 为掌权者 执政的代求 好叫你们能够平安度乐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一直的批评政府 我们的工作就是祷告 祝福我们的国家的政府 祝福这些带领国家的 无论是哪一阵营的国会议员都好 我们要祝福他们 他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把这个国家 因为是你选的 所以我们要祝福他们 然后他们会按照神的心意 带领这个国家 我们的责任身为基督徒 就是为他们祷告 所以如果你愿意 让我们一起 预备自己的心 来学习聆听圣灵的话 并为了许许多多的人来祷告 为了你的孩子 你的后裔 学习成为得胜者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谢谢赞美你